各位同修,我们继续研究中庸。 现在我们从这一段开始来研究。 前面讲到君子虎不造造尔。 那就是把前面所讲的中书之道, 无人用功夫的,各进气氛的, 怎么样是父母,怎么样是君这些都讲过了。 言故信行故也。 下面接着就讲了, 君子素其威而行,不愿乎其外。 素富贵,行乎富贵。 素贫贱,行乎贫贱。 素贫贱,行乎贫贱。 素贵贱,行乎贵贱。 君子无辱而不自得也。 我们现在就从这一段来研究。 咱们素其威而行。 威是什么呢? 威就是我们本威啊。 前面讲的这个, 君臣父子、兄弟、朋友, 各有各的这个本威。 你要守住本威, 进到本威印尽的本分。 这就是修中庸之道。 守住这个本威啊。 每一天我们所办的事情, 就要尽到我们自己的印尽的责任。 就那前面讲的那个四种君子之道啊。 那个就是讲的五轮啊。 五轮就是, 吨轮进份啊。 进份就是进到自己本分。 你进到自己本分就是顿轮呢。 顿是顿厚。 轮是轮场。 就把这个五种人轮呢。 在这上面, 进到自己本分。 每一天都这样, 在进份上用功夫。 你就是顿轮。 轮是轮场。 也叫论理。 它是有条理的。 那么这样顿轮呢, 在人与人的这个关系之中, 我们做到这个尽到本分呢。 在无论之中这么做的话, 就是在修养中庸之道。 修到极处。 到了最高的境界啊。 就是正到了天命之卫星了。 就得到自己本性了。 那么了解这个以后, 我们看这一小段的经文。 君子苏其为而行啊。 苏是平苏的。 我们学中庸之道啊。 在哪里学呢? 就是平苏。 多富。 日常的这个 在家庭里面, 在社会上 的时候, 以一切人来往, 你就照这样做。 素其为呀。 你平素就按照你自己在什么地位 你就按照你这个地位啊 尽到你自己的本分而行 你这样去修行 不怨乎其外啊 不怨乎其外是啊 那你说我也是什么呢 我也是你自身以外 你本人以外就是他人 就是不怨乎其外就是 不要你想着他人对待你怎样 愿是自己的愿意啊 我们一般人总是这样 我对待朋友这样 朋友也应该怎么样的 也应该对我很好啊 甚至于在家庭里面 你自己在哪个位置就尽到哪个位置的印尽的本分呢 就肃其为而行 比如说你在家庭里面 你是这个父亲的地位 你就尽到自己这个父子子孝这个慈 慈 慈爱的这个本分就好 你是儿女的地位 你就尽到孝顺之道 你就不管不必是要求啊 我进到孝顺之道 父母应该对我一个一种慈爱了 在这个经里面就说 不怨乎其外啊 你不要要求啊 父母对你怎么样好 你不必要求 父母是父母的这个 他印尽的本分 你就是尽管你自己尽到孝顿就好 就肃其为而行 不怨乎其外 你在外面对待朋友 甚至于对于普通人 你都是只管我们自己啊 应该怎样对待人 那君子之道来待人 你不要想着 人家应该怎么样对待你 怎么样回报你 你不必这样 存着这个愿望 这叫不怨乎其外啊 外是你自己意外啊 那么这个原则 说了之后呢 下面就是了 素富贵 幸福富贵啊 素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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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地位 就在那个地位就那样去做啊 素富贵 你是富贵之人了 你在一个富贵的地位 富贵是什么呢 有财富 你家里啊 这个财富很多 贵呢 你是政治地位很高 或者不是政治地位 除了政治地位以外 你在这个 你在事业上面 你是一个银行的总经理 你是一个这个银行的这个总经理 或是这个这个大这个财团里面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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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这是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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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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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做啊 你不能说你的财富啊 越多越好 多的时候啊 准备交给自己的这个子孙 交给儿子 要儿子交给孙子 这个是我靠不住 应该怎么做法呢 你就拿这些财富啊 你要看看啊 这个人类社会啊 贫穷的人还是很多啊 你拿这个财富 究竟那些贫穷之人呢 就拿现在这个台湾来讲 读书人 上学吧 你有钱的人 你的儿女上大学学费没有问题 你甚至把他送到美国去留学也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有一些这个穷人啊 他上中学的学费都交不起啊 还是很多啊 你这样 你这样这么多的财富 你不妨就拿出来 究竟这些贫穷的人呢 你就是在这个负的这个地位 你就行负应有之道 在孔子讲呢 负而好礼啊 负而好礼 礼是什么呢 你的这个 他的这个本质啊 就是礼账啊 把自己多余的要让给别人啊 你在富地富有的地位 把自己的这个财物啊 把自己的这个财物啊 要推让给别人 救济别人 你就是富有的这个 这个 行负 这个负责的地 这个应有之道 贵呢 那么你在这个政治上 在孔子那个时候啊 是春秋啊 春秋来的时候 你或者是 你是一国之君 或是在这个国军啊 这个朝廷里边呢 你是大臣是亲大夫 无论是国军也好 大夫之家是个亲大夫也好 你是贵族地位啊 在今日之下 你的这个政府里边 那个首长 机关首长 你也是贵族地位啊 那么你在这贵族地位 你就应该 幸福贵族的一个本分 那么孔子的这个 教人家的学道 孔子的教育 他就是啊 从这个格物制止 成义正线修身 到七家治国平天下 这是一个系统啊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要利益他人啊 教育就是要 教一切人都要利益他人呢 利益他人 就是成就自己 在学道上面呢 道业能够成就 你学道人 学道的人呢 处处要自私自利 遇到有名有利啊 就一切就不管了 要跟人家争夺了 这个修道就不能修了 学道的人 遇到名 遇到利啊 利是一切的权利 一切的利益 处处让 让给别人 自己有的 也分给别人 那你是分给别人 推让给别人 人家得的好处了 是利人了 利了人以后 你自己什么呢 你的权利也给人了 名誉也给人了 名声啊 也给人了 你自己得什么呢 你自己得的是 在道上面进步了 你讲那个中树之道 你树道 你修道了 所以这是 就是这么个学法子啊 因此在这个 苏富贵要幸福富贵啊 人家没有财富 没有政治地位 没有政治地位 它就没有公权力 想做好事没办法做啊 有公权力 你制定一个好的政策来 那就是论语里边讲 费而不费啊 你用政策来利益 这那些那些一般人民啊 那你又是在这个贵这个政治地位上面 来利益很多人啊 你有这个财富 你拿这个财富来救济人啊 你这个都是叫做 肃富贵 行富富贵 那么肃贫贵 行富贫贵呢 既没有财富 这是贫穷 贱是什么呢 贱这个不是指人格啊 不好 这是讲自己没有政治地位的人 在古代来讲 他既不是一个秦大夫 也不是国君 当然更不是天子 只是一个普通人啊 没有任何政治的这个地位的啊 是结了 就无是不在位的 没有位的这个人 那么你怎么做呢 你不想那个有富贵的人 你拿这个这些政策 好的政策来利益人家 那你怎么呢 你这贫贱的这个地位啊 你还是贵族 行富贫贱呢 行富贫贱怎么行富贫贱法呢 我们一般人都有这么一个普通的话 俗话 俗话什么呢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益啊 有钱财的 当然出钱财 出财富 有力量的我就出力量 我没有钱财我有力量的 你有什么力量的 或者你有身体 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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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好懂的话 我到这个到处做做义工 我也可以帮助人家 做些好事情啊 或者你没有力量的 你是个读书人啊 大概一般读书人呢 在古时候讲 古时候一般读书人呢 他都不会 不注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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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利失业 他就不会的 他没有什么财产 但是没有财产 他读书 他自己 有学问 有智慧 他可以用他的言语啊 他人家 圈圈人家 这个这个 学 往这个好处去走啊 这个可以办得到的 那现在好懂的话说 你用言语 你写文章也好 你发表演讲也好 你这个就是 等于是 做了这个社会教育啊 你拿这个社会教育 叫人家 学好 学到 你这就是 利他了 利他人了 那么 素评鉴 形务评鉴呢 你用你的体力 用你的这个 言语 文章 为社会大众来服务 这是一种 积极的这个 讲法 再说到 贫贱 守住贫贱呢 孔子曾经讲的 君子固穷啊 小人穷是烂衣啊 君子 我们一个读书人 学到的人 可以成为一个君子了 穷 穷要 顾穷 守住这个 自己啊 这个人格 不要别 要无论怎么样的贫穷啊 自己人格要守住 这就是 素贫贱 形不贫贱呢 守住这个人格 我继续的要求学修道 那么这个 这是 幸福评鉴 在评鉴的地位 就要按照这个地位来 来行 那就是我们一个君子 学道的人呢 不管环境如何 富贵的一个环境 我就幸福富贵 平坚的环境 我就按照平坚的环境来 来学道 来行道 再来说呢 素一滴 幸福一滴 一滴 在那个时候 中国以外的 是外族 是一滴啦 一滴是 在中国以外的那些 异族人呢 他们那个时候 大概说是 没有受过 这个礼教 礼乐的教育 大概与 中国的这个文化 不相同的 他没有受过 这个 中国的文化的熏陶 还有他们的风俗习惯 那么你到了这个一族 一滴那个 到了外族 那个地 他们那个地区 那么怎么样呢 幸福一滴 一滴是 有一滴的风俗习惯 那你到他的时候 如今 随俗 你随着他的风俗习惯 虽然 随着他的风俗习惯 是不错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是 受过 中华文化的熏陶 就孔子那时候说 中华文化 什么呢 从福西市 神龙皇帝 唐耀余顺 以至于 夏尚周三代 到了孔子 这些帝王啊 都是 都是圣人呢 他们这些 一方面是 这个平天下 治国平天下 一方面拿教育 那个王道的教育 来教育人 教育一般人 那么你是中国 中国 中国人呢 你都接受先王的 这个王道的教育 你就是到了一帝了 你要守住啊 你所受过的这个 王道的这个教育啊 不要改变 王道的教育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讲的 无论的道童 无论的道童啊 就是要父子子孝 胸游地公 这个朋友讲信用 你就是到一帝 你那个他们风俗习惯 虽然不同啊 你照着这样去 去对待一切人啊 一帝他一样欢迎你 为什么呢 无论之道啊 这是从人的本性里面 发出来的呀 你按照本性这样 这样做的时候啊 一帝虽然不明了这个道理 你以真诚的心来对待它 自然他会感动 他就在你这个人呢 是非常好 他很欢喜地 跟你相处 他长期地很欢喜 跟你相处 你就慢慢地就能感化它 这个不但是啊 对于一帝 一帝是人类啊 不但对于一帝 人类能够感化了 对于一 对于非人类 那些那些动物 鸟兽 你都能够感化 对 那个在这个列子 古时候有一本书 列子里面讲的 那个小儿童啊 到那个 到那个水边 这个游完的时候 随便那个 那个 那个欧啊 欧鸟啊 那个欧鸟 这个儿童在那 他也不害怕 天天跟那个儿童玩 儿童就跟那个欧鸟 在一起玩 有一天那个 这个儿童 他的父亲呢 叫这个儿童啊 你呀 明天你到海边呢 到那个水边呢 你把那个 带 带几个 那个欧鸟 回来 给我玩一玩 我会放在笼子里面呢 我每天都会欣赏 那小孩说 这个没问题 我明天带 带几个回来 就好了 到第二天 一到那个水边呢 还没有到的时候 那个牛 那个欧鸟啊 赶快 统统都又飞走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儿童一旦心里 有这个意思 要想把这个欧鸟 要抓回来 带回家 关在笼子里面呢 那个鸟就知道了 原来没有这个心思 那个真诚性儿童 就是天真的这个心呢 那个鸟不害怕它 所以说 我们这个用真诚心呢 可以感动一些人 对于 不但对于人 对于一切的动物 都会感化的 这是中国文化 讲究先王之道 就是这样的 它就 那我们每个人的理性啊 中用天命之为性 根据这个理性来带人的话 你就到这个一敌 长期的在一敌 你就能够感化一敌 这个跟我们现在不相同 我们现在是学外来的文化 外来的文化 讲这个人权呢 人权实际呢 实在不好 人权就是叫人家 讲到开始讲的是不错了 是维护个人的这个权利啊 这还是无可厚非的啊 可是这个西洋的文化 它有它的流逼的 流逼什么呢 讲到极处啊 个人维护自己的权利啊 讲到最最最最最后就是 自私自利到极处只有自己 没有他人呢 这就是有反效果了 它跟中国文化绝不是一样的 中国文化就是要 出处要是要输到 要关怀别人 放弃自己的私人利益 要让给别人 这个没有流逼的 所以有这样的这个 这种文化 才能真正的感化人家 才能够维持啊 这个家庭里的和睦 家庭里没有问题 在社会上 这个社会的风气 很纯厚 人与人之间呢 是和谐相处 绝对不会是一正五多 争夺到最尖锐化的时候 就是杀害了 互相互相杀害了 你讲讲这个中庸之道 素贫贱形乎贫贱 素一地形乎一地啊 拿这个中国的这个王道的文化 王道的教育 拿自己所行的这个 这个修行的功夫 来感化一切了 就可以把现在这个社会上 这个这种这个强 强劫 这种这个互相杀害 这个风气 可以可以改啊 不是不能改啊 问题是我们懂不懂这个道理啊 接受不接受这个道理啊 你不可以保证 你不怕台湾现在这个 这个社会这么乱 你只要在上位的人 能够这样做的话 你不必在政治上 你互相争夺 互相争取 你就是没有政治地位 你有学术地位 你有这个这个大众传播地位 那么你就可以啊 你把这个王道的这个 这个教育啊 来进行社会教育 那么这个社会风气 政治风气 马上可以改 问题就是 你肯不肯这样做啊 那么在这儿 素护化难 形护化难 化难的时候 一个人呢 我们在人世家呢 这个 什么时候有化难 自己不知道啊 天灾人祸 那么多 这还不算 这个 我们在社会上做事情 没有 出处跟别人 都有厉害冲突的 就算你平常 你不于 你不想 这个 害人 你做事情当中啊 我们都是普通人啊 不是圣人 也不是贤人 难免就有啊 疏忽的地方 得罪了别人 或者我们做这个 正人君子所做的事情 妨害人家的 这个 断了人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 利益了 妨害人家的这个利益了 招人家的怨恨了 因此人家的陷害呀 免不了 我们处在 今日这个 这个社会环境啊 免不了 遭遇人家的陷害 这就是患难啊 遭遇人家的陷害 普通人心里总是 心里不平 我们要是个君子的时候啊 心里不要不平 在患难之中 我们不要怨恨人家 我们要检讨自己 反省自己 我们是不是过去 这个得罪了人家 我们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妨害人家 这个 自己反省之后啊 不必 这个 怨恨别人 幸福患难 就在患难之中 甚至遭遇人家 甚至遭遇人陷害 被人家陷害之后 遭遇到这个 监狱之牢 监狱之灾啊 被关到这个监狱里面去了 或者被人家告状了 这个都不要怨恨 照样的还要 不要忘记啊 修养这个 自己这个道 果然这样的 这么做的时候啊 你应该有这个信心 虽然人家陷害你 来诬告你 你自己反省自己啊 于心无愧 实在没有犯法 也没有任何过失 自己还是 不要放弃自己在修道 一行在道上面呢 来修行 你这个境界啊 不会很久 就可以转变过来 那么就是不会转变过来 你要懂得 儒家讲这个天命啊 天命这个名啊 你要认命啊 认命就是 我们这一生是对不起的 没有这个事情啊 你过去是也免不了 有对人家 有不对的地方啊 现在是结了果啊 应该接受这个事实 接受这个事实 心里还是很坦然的 你就是 素化难 幸福化难 果然这么做的时候啊 君子无辱而不知得也 无辱就是无王 如就是到哪里 你无论到哪里 这就是把前面呢 把它总结起来 就是说 你素负贵 幸福富贵 素贫贱 幸福贫贱 以至于这个 素化难 幸福化难 在富贵的时候 你自得 在这个贫贱的时候 你也自得 在异地的时候 到异地的环境的时候 你也自得 就是在花难的时候 你也自得 古人呢 你看历史也好 看古人那些小说也好 往往的一个 这个 邻居啊 他家里一个 养的家族啊 那个羊子 被人家偷去了 他说你一偷他的 你一偷他的 普通人说是 有辨别了 我哪里偷了你的羊子呢 这个人呢 很有秀养 他 丝毫不辨别 他说你如果偷好好 我就赔呀 我陪你吧 要陪他 结果啊 没有好久啊 人家把这个羊子 不是别人偷的 他那个羊在外面呢 这个走失去了 一个好心的人呢 把他带回来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失了羊子这个人呢 很 很羞愧了 对于这个 被 被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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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告的人来讲 他是受 受 受陷害了 受陷害了 受陷害这个事情 又明白了 明白了他也没什么 高兴的时候 就是这个 受患难 幸福患难呢 不管别人对待他怎么样 他自己呀 保持 平素的那个 修道的心 不要变化 这就是无辱而不自得 出处是自得 那么这是 后边这有一段 郑抗城的注解 读解 郑抗城的注解是说呢 是 君子 私 不出其位呀 这是 照应上面的 不愿乎其位 私 不出其位是 是 是 根据这个 论语讲这句话 论语是根据这个 周一里面的讲的话 就是 你在哪一个位置 就是 照哪一个位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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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持的 不出其位 那么这就是 这 是 修一地 幸福一地 修患难 幸福患难 自得呢 自得是 为修相 不识其道啊 这个相是读相 相 古时候这个相跟相是同一个字 相是方向 相到哪里 修相就是 就是 无如的意思 无如而不自得的意思 你修相的时候啊 你无论 到哪一个环境 或者是无论你在哪一个地位 不施其道啊 不要 放弃了你 放弃你所修的这个道 君子学到呢 自一方面自己在自修 就在自修的时候啊 又要教化他人 就是自修而后又 同时又教化他人呢 你这就是不识其道 就是 修道 行道 同时候的 自得是什么呢 我们一个人呢 自修方面 心里实实在道上面 自己心里实实有道的时候啊 在富贵的时候啊 你也不怕 不怕人家来怎么样呢 又怕人家来抢你 怕人家陷害你 你在这个政治上 你有地位的人呢 你也不怕人家来把你这个地位抢去了 这个 在贫贱的时候啊 你也自得其乐 像孔子的大弟子那个延绘上 延绘那样 一旦是一飘云 那样的贫困的这个生活 他还不给其乐呢 不给其乐就是啊 自得 自得其乐 那么对自修方面来讲 那么这个利他方面 教化他人呢 你在富贵的这个地位啊 你做的事情 对于别人都有好处 别人得了好处啊 你自己觉得啊 我今天又做了一种好事情了 心里也是得到乐 得到乐趣了 你就是自得了 就是在患难之中 在患难之中一想到 我对不起人 人家来陷害我 这是应该的 一检讨之下 我自己 这个没有什么好怨恨的 就是自己没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 一想到我这个时候 我这一生没有对不起人 我过去是也许有对不起人家 我陷害过人家 想到这里的时候 还是自己心里很坦然 一个人心里啊 没有怨恨的啊 没有怨天忧忍的这个心里啊 他就是能够自得其乐 也是自得 我们修中庸 讲究修养 果然照上面所讲的 君子素其位而行啊 不怨乎其外 不怨乎其外 非常重要 就是不管外在的人事 一切的环境 怎么样的好也是好 不好也是好 完全要是自己 自己 就是郑康成所讲的 不适其道 自己随时啊 都要保持自己这个 这个道啊 不要失掉 无论处在哪个环境呢 都要自己保持这个道 不但自己保持这个道 处处还拿这个道啊 来狡猾他人 你就是在素患难 幸福患难这个地位 你这样做的话 对别人来说 人家看来啊 真正一个好学的人 他也跟着你学啊 文天祥 他在那个患难之中 对于后代的人 他的那个幸福患难 对于后代的人呢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教化 那么我们这个没有到这个 还没有遭遇到这个 文天祥的那种患难啊 普通人 人家说是对于我们一个 一个毁谤 对于我们的一个 一个利益 一个权力 一个向害 那是唯不足道的 我们一笑了知啊 心里很平静啊 这个就是自得 以上都做到了 那就是无弱而不自得 你就是一个有道之人 你有道之人 对于自己有好处 对于社会人群呢 也没有不好的地方 处处对人都友好 那么说到这里 就是休息了 休息了